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创世纪》第34章 在昨天第33章的结尾让我们看见 当雅各与他的哥哥以少分开的时候 他就去到苏格,然后再辗转地来到了事件 然后就定居在那里 第34章今天的经文就延续 他在事件所发生的一件的事情 而这件的事情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经文说到什么呢? 这个迪娜就是利亚为雅各所生的女儿 她竟然居住在事件 她就外出去认识朋友 跟当地的女子们来去交谈 迪娜可能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 她想要去结交新的朋友 那么在那个地方就被当地组长哈末的儿子 事件看见了 看见了他 就拉住他 与他同情 玷污了他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强奸了他 但是这个事件呢 他就非常喜欢抵纳 就安慰他 然后还要娶他为妻 我们要承认 事件做的是一件错的事情 他玷污了人 在女孩不情愿的情况当中 玷污了对方 这是不对的 而事件尝试要挽回 用取她为妻 来做挽回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那其实也是不可以的 玷污跟师父取她为妻 那是两回事 事件也应该因着这一个的事情 而受到审判 甚至受到处罚 当这件事情 传回到爸爸雅各的耳中 当时候他的孩子们在野外来去牧养 雅各就没有做什么 也没有去叫他们回来 新闻也没有告诉我们雅各是非常的愤怒 新闻反而说 他就沉默等这些的儿子们回来 这时候事件的父亲哈末 就来到雅各那边 就跟他谈条件 大概想表达 他的儿子喜欢迪娜 想要娶他为妻 雅各的儿子们 他们就从野外回来 听见了这件事情 非常的愤怒 因为在他们当中 他的妹妹被玷污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孩子们跟父亲一个巨大强烈的对比 雅各沉默 孩子们愤怒 这个是强烈的一个对比 或许我们可以先停在这里 其实当我看到雅各的沉默的时候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的感受是什么 是不是他很沉稳的一个感觉呢 还是另外一个的感觉 他弱弱的感觉 作为一个父亲 他因为寄居在那个的地方 他因为点算自己的实力不如当地的人 他见到自己的女儿 迪娜 面对这样子的羞辱 他不知如何回应 他沉默 我觉得经文想要呈现的 或许是更靠近这一点 因为当雅各的孩子们 他们过后做了杀害 事件城里面所有的男丁过后 雅各的反应其实就是这样 他说你们让我背上忽敏 现在我们要面对危险 因为这低的人将会来攻击我们 而雅各的孩子是怎样回应他的父亲呢 他们说难道他们可以带我们的妹妹 如同妓女吗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事情 那对兄姐妹我想这里应该提醒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做领袖 做一家自主 不单单是家中吧 或许在公司里面在教会当中 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表达立场 来去带领我们的会众 或者带领我们的家庭 在重要的时刻 来带领他们做思考 做出判断 沉默是经 对 沉默有时是好的 silent is go 那是在某一种的情况当中是对的 但是不一定在所有的情况都对 比如说在经文所提到的这种事情 这是一个大件的事情 这是一个自己的孩子受到羞辱的事情 但是在这种情况当中沉默是经吗 还是我们应该维护孩子的角色呢 各位姐妹 我们知道做领袖非常不容易 要做出很多的判断 很多的衡量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 基督徒的领袖 我们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做的 要求告上帝 在这种重大的事件当中 求告上帝 可能不单单自己求 如果是雅各 带着孩子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求 不能够表现的沉默 那雅各表现的沉默 放在孩子的眼中 这到底父亲想些什么呢 父亲难道惧怕吗 父亲难道不看重这个女儿吗 孩子们会怎么想呢 如果领袖在重要的时候沉默 慧众会怎么想呢 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当中做领袖的 能够从神那边有智慧 有恩典 有勇气来去单单 或者承担事情 可能会发生的那一个的后果 我们看到当雅各沉默 孩子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 我们看到雅各在经文当中是 没有说话的 不能够说话 当哈末来向他提亲的时候 是孩子们来去回应 孩子们说不能够嫁给没有受割离的人 因此要求他们能够受割离 那么才让迪娜嫁给世间 结果哈末跟世间就把这个话 带回去给他们城市里面的人 他们可能也是生意人 或者是一种很狡猾的人 那他们回去的时候就说服他们自己的城里面的人 说服他们都有行隔离 好让这一个雅各跟他的后代 还有他们的牛羊都居住在他们当中 他们可能心想他们的人数也不多 不比他们城市里面的人多 居住在这里 他们就有机会侵吞他们的财物 这可能是哈末跟世间被定里也想的 或者是他们用这种的口吻 来去说服他们的左邻右舍 让他们也一起行隔离 结果全城的人才纳了他的建议 他们就行了隔离 到了第三天 正在疼痛的时候 西面跟利未拿着刀来到他们当中 把所有的男兵都杀死了 经文只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但是我们猜想大概也不会只有两个人 能够杀完全城的男兵 而且抢夺所有的财物 可能包括他们的仆人 还有其他的孩子 圣经会不会是没有提到 但是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孩子 雅各的孩子 以西面以及利未为主要人物的 就来杀害 因着要保护自己妹妹的名声 他们杀害了全部的男兵 而且好像强到这样 把他们的牛群羊群驴 城里田间所有的都抢去 把他们的孩童妇女都掳掠了 各位姐妹 事件的确做了不对的事情 哈末跟事件 要去允许迪娜 他们可能也有引益成他们自己的agenda 想要怎么样吞吃雅各跟他们的后代 还有他们的财物 但是西面跟事件所做的 我们也不能够说他们是对的 他们杀害无辜的人 他们好像强到这样 抢夺整个城市所有的东西 如果雅各在一开始就扮演他父亲的角色 带领他的家庭 怎么样在这个危机当中来处理呢 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但求神帮助我们 做领袖的 求神给我们智慧 能够按神的心意来做对的事情 而且要去领导我们的下一代 领导我们的群众 一起做对的事情 求主怜悯 求主恩代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看到今天所记载的这一段经文里头 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到是一场的悲剧 我们也看到许多杀戮犯罪的事情 我们求主怜悯 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帮助国家的领袖 帮助社会的领袖 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 家中的领袖 都能够扮演好角色 带领所有跟随我们的人 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